男友喝醉酒要殴打女友遭警方压制 17号晚接应男子跟女友及妈妈 到新北市鲁州聚餐喝酒 男子看到女友跟朋友交投机而讲悄悄话 误以为女友在说妈妈的坏话 双方就爆发了冲突 还一度情绪失控要攻击自己的女友 还好警方当时人就在现场 将男子当场压制带回管束 警方后报有人在大街上大吵大闹 一来发现原来是情侣在吵架 你叫这样 你去喊 刚刚是谁在出手 谁在打 谁在打是不是 我打他是不是 远警试图劝驾将双方拉开 想不到下一秒 男子竟然斩脱警方控制 向前做事攻击 男子突然暴冲 警方还差一点拉不住 这下只好逃出手铐 将人压制 双方在大街上争吵实在激烈 就连大马路对面店家都听到争吵声响 吓得纷纷出来查看 那边吵架 就是警方过来压制而已 男警方大声争执 大时炒蛮久 半小时左右 17号晚上10点多 李姓男子带着妈妈 女友一起到餐厅吃饭 原本酒汗耳热 大家正开心 过程中男子发现女友和朋友在讲悄悄话 男子以为女友在讲自己妈妈坏话 喝醉酒一度情绪失控 试图攻击女友 好在警方当时就在现场将男子当场带回管束 酒醉男子竟然要冲向女友 警方未避免该男友自伤或伤人之余 对其实施保护管束 后续带反锁 带其清醒后 由家人带反家休息 最后误会一场 虽然女方也没有打算对男友提告 只不过男子喝醉失控 试图对女方动手又动脚 这段感情恐怕也因此变调 记者三位林昭贤 新北市采访报道